公子夜王 我們在說樂童小時候很漂亮 他說不是啊 我小時候都不漂亮的 那我還說 我樣子衰的 我還說你也叫樣子衰 那我小時候又怎樣 立刻搶答 樂童就說了 我問你也叫樣子衰不是吧 是呀 你還要說得多順口多發脾氣 我跟她的反應就是 我跟她的反應就是 剛才跟她的心裡一樣 蛤 立刻融入 怎會不想追你 有什麼失敗也不會有失敗 還要說完之後 你自己比她還要笑得更開心 我講真心話 厲害 你講真心話還要說得這麼開心 我覺得沒有的 為什麼 不是吧 一定有很多男生 因為你覺得好笑而追你 不是 一定有 這個好謊 因為我首先覺得沒有理由沒有男生追你 第二 追了你也不會想飛你 是嗎 不是 我這一款是 某些人懂得欣賞 可能做朋友 可能做朋友就覺得我很爽 或者很好玩 但是 如果做男朋友可能就會比較 可能轉了身份 我又會對她可能會苛刻一點 就是你拍拖會變樣子 對 就是你現在就說我很帥 就是男生 你這樣出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 就是你追他 就是 你是不是這樣 那又不是的 可能你現在看到我 又或者跟我聊天 聊得很開心 然後經常都笑 然後可能一起了之後 可能我突然之間 生你周期來 然後就會變得很恐怖 有哪個男人沒有嘗試過 有哪個男人沒有瘦過 那我就不知道 但是 是不是很多人追我 又覺得真的不是 就是 沒有那些很猛烈的追求者 可能最多是 大家互相認識一下 發出Whatsapp 對啦發出Whatsapp 然後 Fly一下 對啦 就 就 通常都是 你應該是很受那些 爛契王的歡迎 因為你笑得很低 你容易笑到失常 但我又不是特別欣賞那些 搞爛契的男生 是啊 我就喜歡一些比較 可能沉默一點點 穩重一點點 那你就麻煩一點了 因為穩重的男生 就不夠膽追你 可能是 可能是這個原因 你喜歡穩重的男生 但可能大部分穩重的男人 就覺得自己成熟 成熟就未必會追一個 對啦 對啦 所以你們問我 為什麼想成熟一點呢 就是因為有很多 好像有很多男生 都會覺得我是妹妹 對 然後就會 覺得麻煩 追了也會麻煩 好像不是覺得是老婆 或者 正餐 或者是女朋友 對 那個樣子就是正餐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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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正餐樣子 你是正餐樣子 等一下 各位等一下 他剛才說這個原因 就是他整天都不是做正餐 不是啊 我是不會做不正餐 不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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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知道那個人 當我是什麼 就是不正餐 或者什麼 我就頭也不會 但是 但是 通常開始的時候你都不知道 是開始了 難怪那麼差 是開始了之後你才發現 不如你有老婆 或者你有女朋友 他走得快的啦 你會馬上走 你會馬上走 我馬上走 就是不會 我放不下 不會 我通常如果 譬如知道她有女朋友 或者什麼 你還來搞這些 就生氣了 我就真的馬上斷絕 但如果她很梁朝偉 她樣子也有梁朝偉 %的手法 也很梁朝偉 跟她說 我也不知道 我結了婚 才遇到一個我最深愛的女人 我本人是梁朝偉 所以她覺得你不肯 她本身是喜歡黃光亮的 對 和馬大咪那些 對 即是黃光亮 我還沒聽過女生 我其實不太能聽 我再試一次 如果黃光亮很心情 我都想不到我結婚 才遇到你是最愛的 那你是不是很想的 那你怎樣 我會覺得她很man 真的啊 真的啊 那你會中招有機會 不是啊 我都是 我很理智的 我絕對不會做第三者 那如果真的很愛你 跟著跟你說到 我真心喜歡你 沒辦法 我現在不是玩的 我想跟你一起 都不會的 你不接受我 都不會啊 我想不到怎樣去 你不要回答她 她根本就是在心裡 深存一絲希望 看來看 如果我離婚 你是不是跟我一起 她在mix說她自己 你發現她不養壞 她就說自己有機 當然了 我每天回家都被女人說 你怎麼養壞 對不對 終於有個童顏跟我說 你養壞 你也不算養壞 對不對 還挺久 聽她說 最慘就是 舉另一個例子 不行的是梁朝偉 不行 不行 我是不行 你是不行的 不行 不要這樣 如果一個男人 他真的可以拋妻棄子 好像阿火一樣 有黃光亮的品質 魅力 黃光亮的魅力 你會直接說 都不行 我都接受不了 我會令你變成這樣 接受不了 因為我會覺得 你可以這樣對你老婆 你也可以這樣對我 就是你這樣想的 這樣吧 這個真的 正如一個女人 如果一個男人 是不孝順的 對 那個男人 肯定不會將來對你好 不是 你也要說 不是 孝順很厲害 一個孝順的男人 是很加分的 你不說 我覺得孝順的男生 可能有些 雖然有些過分孝順 但我都會很尊重他 我會覺得 是很值得欣賞的 即使你過18歲 就不用母語慧報 其實就OK的 即使你過了18歲 還要母語慧報呢 過分孝順 可能 我也是 不過樂同姐 好女生 好女生 你離開我們公子會之前 可不可以再說一次Pikachu Pikachu 公子會有我樂同 想聽足本訪問 立即上881903.com 節目重溫